現在我們將公請總統頒發衛冕金 總統蔡英文來到台中中央公園抗旱井工地 慰勞水利工程團隊的辛勞 中部旱情嚴峻 水利署陸續展開河床浮流水 建築工地地下水 抗旱井開澡等工程 目標在5月底前 在台中市找88個緊急抗旱井 我們將中部這樣子 全部做到好的時候 可以高達這個24萬噸的水 四分之一的量 那這個就可以大幅的減緩水庫的出水量 我們這一些種種的作為 主要的就是我剛才講的 希望我們在台中地區的用水 可以儘量讓我們人民的生活 可以不要受到太大的干擾 蔡總統說除了減少干擾民眾生活 也要降低對台中地區產業的衝擊 王美花也表示 希望在雨季來臨前 可以維持目前供五停二分區供水的方式 蔡總統同時也感謝台中市政府相關的協助 還有國軍進行水庫清淫 以及在取水站協助及引導民眾的水利署防汛護水志工 現場台電視秋天喜 台灣台中採訪報導 自然 旁邊 雲 雲 雲